先教大家如何拿棍子,然後在軍中怎麼樣敬禮 然後呢,但最重要是我們要先教你們一些拿棍子的禁忌 首先不要把棍子換到左手,代表是要開戰打架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換手的話就像這樣,被打 好,然後第二個禁忌就是不要把棍子丟到地上 這樣再把你死了或受傷的意思喔 然後接下來我來教大家如何敬禮 就是這樣,不要換他左手,敬禮 這樣就代表你開戰,然後跟他說哈嘍 然後也不要把棍子丟到地上,然後和他敬禮 這樣代表你是你的靈魂在跟他敬禮 哈嘍,這樣 所以呢,敬禮就是這樣,拿著棍子,然後這樣放 好的,那我們就就到這裡囉 好,大家好,忘記了 囉 by bwd6